妈 你怎么会跟她一起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阿东 既然都被你看到了 也不需要隐瞒啊 我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冠华的 冠华 跟外面的女人有小孩了 我以为 她已经跟外面那个女人断干净了 谁知道她没有 她还 你看 我的世界已经毁了 这些年我做的这些努力 现在完全都没有意义了 最糟糕的是 我不想回家 我连我可以去哪里我都不知道 有人检举曾俊卿议员涉及步伐 我们过来进行搜索 请你们配合 是你检举的吗 你竟敢出卖我 是我 是我检举了 跟慧民无关 徐光雄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蠢事吗 我只是把你们家 对我们家做的事情 连本带利的还给你而已 你以为你这样做 你们徐家就能翻身吗 我告诉你 你可别忘了 你也在同一条船上 我要是有事 你也跑不了 你觉得我会怕吗 我才刚出狱 了不起再进去而已 但是在我毁了之前 我要把你跟你爸拉下来陪葬 俊卿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 给我等下 曾医员 等你有办法出境 再俊卿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一件事情 可是这一次 看在我的份上 给人结一个机会好吗 好 我就给你个机会 就看在怡萱的面子上 原谅我好不好 你也不希望怡萱 你以后没有爸爸 你如果真的有把怡萱 放在心里面的话 你就不会去外面搞小事 现在是自己离婚 晚上就轮台两空 那叶光华打算怎样 不要我们母子两个 还是又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 爸妈 你 我找到一圈 你别管我 你如果我女儿 有什么杀杀两个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